在上错花轿嫁对狼,他是故意装病的翩翩公子齐天磊 在《隋唐英雄传》中,他是冷面如玉的一字并肩王莫成 在《新三国》中,他是浑身试胆在长坡七进七出的白马银枪赵子龙 近日,他又因为几具恶性的大男子主义被网友们抬上热搜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曾犯过错误,甚至这些错误都严重影响着粉丝们对他的看法 本以为犯错之后,在饮食圈销声匿迹的叶远将不再掀起什么大的风浪 可不曾想,他却因为与众不同的大男子主义精神再度翻红 聂元夫妇参加的某党家务综艺 节目里,聂元与家人的相处模式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甚至冲上了热搜 别墅里,聂元夫妇与岳父岳母同住 节目里呈现的家庭氛围以聂元为中心 他为起床,家人已经提前搭配好服装 做好的午餐是热了又热 最后聂元是下午才起床,全家才吃上午餐 虽然聂元让家人不用等他就餐,全家还是耐心等待到下午 众多网友表示,秦子月与父母太卑微了 聂元在电视剧里扮演帝王入幕三分 这么自然原来是本色出演啊 大男子主义,蝶尾太浓了 也有网友表示,每个月给我300万生活费 让他自己拿筷子吃饭都是我的错 试想一下,给你一份300万月新的工作 老板还经常不在公司 一个月上期休21,老板还情绪稳定 这份工作你愿意要吗? 虽然大男子主义这几个字在如今的时代并不是什么好词 但聂元的大男子主义可不一般 足以让一众女网友为之倾倒 今天,咱们就深入了解下聂元是如何因为错误 同时大好虔诚,又怎样凭借着特立独行的大男子主义翻红网络的 不守规矩使他的标签,曾险些成为逃兵 聂元出生在贵州省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作为山里长大的孩子,自小他的脸上就写满了叛逆 常常做出让父母十分头疼的事情来 在幼年时期,少年贪玩的天性并没有被父母的管教所压制 反而有了一种越演越烈的苗头 父母想让他好好读书,靠着知识来帮助他走出大山 可聂元的心思全然不在学习上 他上学的唯一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找到玩伴 父母每天都会严厉地看管他 以保证念远能够将心思放在学校 可即使是在这样的监管下 念远都时常趁着父母睡着以后 烦出家门玩耍 尽管回来以后总会受到父母的指责 但年少的念远却并未停止过自己的行动 到了上高中的年纪 一方面为了摆脱早已听得厌烦的父母的管教 一方面则是受限于自己的成绩 念远选择继续去考艺校 最终他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 考取了贵州艺术学校的舞蹈班 不过他却始终认为自己并不应该做一个舞蹈演员 于是他又寻找到另一个机会 在临近冰夜之际 因碰巧赶上了广州军区的招聘机会 念远觉得当兵可要比跳舞酷多了 便报名加入了该军区的文工团 可少年的兴致总会随着意识的兴起发生转变 刚刚加入部队的他 还没把屁股作热 就被大学招生的新闻给吸引了 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后 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悄悄离开了军营 孤身坐上了火车 开启了自己的考大学之路 据念远在之后的采访中回忆 幸好自己在 幸好当时 幸好自己当时在军队的手续还没有傍弯 否则就以他当时的行为 已经可以上军事法庭了 至今提起这段经历 念远都是一阵后爬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备考之后 念远最终还是考去了上海戏剧学院 可他的性子即使在上了大学之后 也是十分的火爆 被处分更是常有的事情 可是架不住念远的天分实在是太强 专业课成绩始终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他也因此受到了老师的诸多关照 并且念远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运气 在大学期间 他遇上了一位带给自己 偌大助力的贵人 出道之初 因女友黄毅抢了杀意的角色 这位给念远带来诺大助力的人 就是中国影视史上的知名美女黄毅 要么说长得好看的人都是相互吸引的 二人竟毕业于同一所学校 并互生倾诉 成为了当时校园之中 名震一时的贪狼献女 在从学校毕业之后 黄毅接到了一个剧组的邀请 一心向着男友的他也没有忘记念远 便带着念远一起来到这个名为上错花脚架对狼的剧组 在当时黄毅已经被选为了此部剧中的女主角 而与他搭戏的则是当时正值青涩的沙翼 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在黄毅的争取下 最终原定于由沙翼出演的角色 齐天类变成了由聂远试验 为了补偿沙翼 他只能是演片中的另一角色 少年将军沙平威 在这之后 聂远也算是打出了自己的名气 出演了如《隋唐英雄传》 《天下娘仓》 《妾女幽魂》等诸多电视剧 并都是主要角色 但此时的聂远并没想到 他和沙翼之间的恩怨 还远没有结束 聂远在娱乐圈中的恩怨往事 2010年 电视剧《新三国》开始筹拍 因为之前的老三国实在是太过于经典 导演组在演员选角上也是煞费苦心 沙翼听说这个消息后 极为擅长把握机会的他 便向剧组提交了申请 想要饰演剧中极为重要的 赵子龙一角 为此沙翼还开始了长时间的锻炼减肥 可以说为了这个角色 他是杀费苦心 可就在沙翼为了这个角色 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面 挥洒汗水之时 却被剧组告知 这个角色的人选被换成了聂远 而他的角色则是被换成了 戏粉并不多的江东小霸王孙策 连续两次角色被抢的事情 也让沙翼和聂远之间产生了矛盾 但角色被抢这种事也曾发生在聂远身上 2006年张继中导演反派电视剧《神雕侠女》 聂远就曾争取过剧中的杨过这个主要角色 但是最终这个角色却是由咱们的黄教主黄晓明接下 在这件事情之后 网上也对这二人的关系有了众多的猜测 在2015年 念远这时已经是一地 在2015年 念远这时已经是有一地名气的知名演员 但他却做出了一件自毁虔诚的傻事 因打架被判刑 如今却靠着大男子主义在火 2015年 念远在上海与自己的两位好友喝酒聚餐 但是在酒后 几人却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将上海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打伤 在司机师傅报警之后 警方迅速对此件事情展开调查 却发现了另外一件大事 与念远一同饮酒的好友之一 前国族运动员高峰 竟被查出了使用违禁品行为 这一下子 几人可真是解释不清了 警方是不会随意远往人的 最终调查的结果为 念远并未参与使用违禁品行为 但他也因为故意伤人这一事情 被判处了七个月的有期徒刑 在这之后 念远的事业和民生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这也是为何那段时间之后 在娱乐圈中看不到念远的作品的原因 而最近 念远在综艺《做家务的男人》中 因一系列大男子主义的做法被顶上热搜 起初看到念远对媳妇如此做法的网友们 还纷纷想要深讨她 可当网友们得知 念远对媳妇付出了多少之后 才知道什么是念远的大男子主义 念远虽然经常不在家里 但是为了媳妇考虑 她特意将媳妇的一大家子 都接在北京的大别墅中居住 回到家也经常洗碗做饭 帮助妻子做家务 更为重要的是 念远一个月会给家里搞打七位数的费用 得知真相的网友们立刻黑转粉 在评论区露出了自己那副贪财的嘴脸 不过念远也真的使用自己的做法 重新定义了大男子主义 念远快以恩仇的一生 注定会犯错 也注定会得罪很多人 但也正是她与众不同的性格 也注定会有很多人被她的魅力所折服 相信念远也庄重地 审视过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也期待着她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还记得念远的前妻王慧吗 和念远结婚前 她虽然没有大活的影视剧 但凭借在水月洞天和临近传奇的优越表现 不至于说没戏可拍 她2008年和念远结婚 婚后四年 她只拍了一部影视剧 还是和念远一起拍的 不是她不想工作而是念远不同意 对于前妻 念远一样是大方的 结婚后的第一时间就把银行卡和密码给了王慧 但这样的行为不是信任或宠爱 而是束缚 因为念远随之而来的要求就是 王慧不要出去工作了 沟通四年无果 王慧选择了离婚 无疑念远是大方的 房子存款都给了王慧 而她相当于近身出户 可在娱乐圈 机会也就那么几年而已 王慧错失的是最有可能活的四年 王慧得不偿失 但念远的大方 却也让人无可知迪 但念远的大方 却也让人无法 但念远的大方 却也让人无可知摘 毕竟感情的事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相比起什么都不给 前妻留的男人 她还算仁义了 而念远和秦子月 相识于2013年 秦子月是念远的同门师妹 她小念远九岁 2014年两人奉死成婚 婚礼是在女儿的 百日夜上不办的 2023年 两人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或许秦子月也没有好的资源 又或许是念远的要求 婚后的秦子月 没有再出去工作 她全心全意 照顾着念远 日常中 照顾念远的时间 比照顾孩子们 都多出了好几倍 秦子月失去自我 在婚姻生活中卑微如丝 心疼女儿的父母 也只能被裹挟其中 在做家务的男人第三季中 秦子月的父母下厨 做了一桌子菜 已经到了饭点了 但秦子月就是 叫不幸耐床的念远 饭被热了一遍又一遍 可就是没一人动筷子 为什么 因为念远没出来 不能开饭 终于念远深深而来 她嘴里说着不用等我 但气势上完全不那么回事 这样的日常互动中 不难看出 这是经年累月留下来的痕迹 等待卑微 以及是秦子月 以及父母的本能反应 这样的婚姻相处模式 知道的两人是夫妻 不知道的 真的以为念远娶的是女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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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